嗨大家好,我是雅雅,前陣子默默發現我好像20萬訂閱了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就想說儀式性的慶祝一下20萬訂閱 但是我一直都覺得說這20萬訂閱慶祝的並不是我自己做的什麼 而是我想要非常感謝大家訂閱我,觀看我的影片 所以今天我就是準備了一些產品 我希望可以抽獎給大家,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分享這個喜悅 然後也是感謝大家,因為我都會覺得說我可以可能接到合作案或是接到公關品 都是因為大家,就是因為大家我才能有這些的 所以我也非常的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樣就是有時候就可以收到禮物啊 然後跟我一起分享喜悅 然後我也一直非常的努力,然後想要做好的影片 然後希望大家看了我的影片都不會覺得說浪費了幾分鐘的時間 就是希望大家覺得想要得到的資訊有得到這樣子 那說到我拍影片的初衷 其實我一直都是希望我可以拍出一些有內容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看了有所小小收穫 或者是得到你想要的資訊,清楚的資訊 那這樣子呢,我就會覺得好像不會害大家浪費幾分鐘的時間看我的影片 一直以來拍攝呢,我都是有點追隨自己的心 就是我覺得拍什麼樣的東西是好的,或者是有意義的話呢,我就會去拍它 真的非常開心說我到現在也是這樣子的心態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是專門為了要多少人看 然後會不會火紅,馬上計真多少訂閱等等的話呢 我想要拍影片的那個心態可能就會不一樣 就是想要的方向會不一樣,然後拍出的感覺也會不一樣 那我自己希望我就是一直永遠就是維持這個狀態 拍出我想拍的影片,我開心這樣子,我就覺得非常的感動 然後呢,也因為大家的一些留言啊,我有一直 我覺得啦,就是盡量讓自己的影片更完整啊,更好 所以呢,大家如果對我有什麼意見啊,都可以跟我講 我就是真的都會看 雖然呢,我的留言真的就是不是每個都會嘛 但是呢,每一次他那個留言跳出來啊,我都會看 所以呢,我就會默默記在心裡 如果我覺得,我有辦法做到的話,我就是盡量照大家就是 比較,認為比較好的方向去做 那如果呢,我覺得做不到,或是對我來說呢,是比較負擔啊 會讓我受不了的,我也不會去做 所以,我覺得自己就是處於在一個很好的平衡裡面 那關於影片未來的走向啊 目前,呃,大家知道我比較少拍,可能像Vlog就是出門 之類,或是周遭生活 因為呢,我就是,大家知道我跟公婆住嘛 所以呢,我也不好意思說 就是拍我的生活,可能就是拍到他們,或是拍到他們住的地方 那就是,可能他們也不太習慣這件事情 然後加上現在,因為我小孩子,我現在還是 呃,24小時在顧嘛 所以呢,我也比較沒有那麼多閒暇的時間可以 到外面,然後拍一些東西 但是呢,終於拍拍手 明年8月,我就要送豆宝去上幼稚園了 就是他剛好4歲去上中版 那到時候呢,我就是大解放 我可以拍Vlog啊,我可以拍健身啊 甚至是,我也希望就是可以租到場地 然後呢,像去拍,大家非常喜歡我拍 其實我也非常喜歡拍的那種,幫素人化妝的特技 因為我總覺得每次都是畫自己 那我就是長這個樣子 對大家的參考價值就會比較低一點 就是如果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眼型 不同的臉型,不同的需求的人 那是不是做出來的內容會更有意義一點 所以呢,我覺得這些就是可以發生在 明年8月之後希望啦 然後當然就是那時候我也希望可以找回 我以前的肌肉 就是我是喜歡練健身的人嘛 然後荒廢很久,就是肥很久 就是希望到時候可以一起努力 然後大家可以看我努力,然後一起努力這樣 然後其實我也會想要拍那種 很像心靈的一些影片耶 就是例如說,之前其實有其他YouTuber 想要找我拍一些可能談話性的 例如說呢,覺得結婚前後的差異 或者是呢,要做什麼準備 才代表你可以進入婚姻這樣子 可是呢,我之前總是覺得 我如果說出來大家就會嚇歪 因為呢,我答案會聽起來非常可怕 但我自己都覺得非常有道理 就例如說,你問我要做好什麼準備 才能踏入婚姻 其實呢,除了就是有一個適合的對象之外 我覺得,我能開始這一段 也可以結束這一段 就是就算結束,不幸的失敗了 結束了,還有勇氣面對 結束後的一切 就是我不會覺得說 結束是我不可接受的事情 因為這樣子好像就是一個 沒有辦法回頭的路 但是呢,如果我覺得 如果事情非常的糟糕的話 我有這個選擇結束的權利 有這個勇氣 那這樣子呢,我覺得 也當然就是我可以去面對這件事情 就有時候覺得說 像不管是可能工作 或者是長輩帶給你的壓力 你會覺得自己好像沒有選擇 那這時候你就會特別的痛苦 你有勇氣反抗啊 或是你有勇氣去做不一樣的改變 就是,你會覺得你有選擇 然後就會覺得人生比較沒有那麼的不舒服 而且呢,你不會因為你覺得有選擇 你就可以輕易的放棄 我是呢,會額外額外額外努力的到最後一刻 如果真的是非常糟糕的情況的話呢 我就有勇氣去做這個選擇 那至少呢,不是就算多麼多麼的糟糕 我還是覺得自己好像不能回頭這樣子 那總之呢,總之好 那個之後再說好了 那今天主要當然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那些產品 接著呢,我會把產品 跑馬燈啊,跟大家剪一單分享一些 旁白一下啦 然後呢,最後我會把抽獎的辦法 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那希望呢,大家都可以一起參加 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抽到想要的禮物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掰掰 我們下次見,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